来了来了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的施工目的还是一切围绕着打水泥路 自从挖机开始配合打水泥路起 我就对手机上面的天气预报产生了兴趣 经过我长期的观察 天气就像雨人一样 比较善变 然而天气预报就像男人一样 不靠谱 真不靠谱 用两句诗来形容一下夏天的雨 降午东风起天火水是凶 忽然片刻后雨顿日出情 老铁们现在还有非常大的太阳 你们看到最后就知道了 今天这条路大概有130多米 都需要打上水泥路 这条路的主人在五年前 就已经把整条路修好了 然后就出去打工 一直没有回来 可以这样说 这农村山上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等以后告老还乡 还会回到这里 有很多人觉得在这个山上 打这种水泥路 简直就是浪费资源 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在重点发展就是在农村 做到家家夫妇都通上水泥路 俗话说得好 想自负先修路 说不定有些比较有能力的人 在外面混好了 也想回到家乡发展 这里整条路长满了草 非常的深 棒里面长满了树枝 也给它清理掉了 从下面上来 经过第一个转弯 再往前面开 就是这条路的房子主人 这两边都长满了树枝 把整条路都快遮完了 我们就把它往旁边给它按倒 如果两边树枝没有处理好的话 货车倒上来就很容易把反光镜搞坏 这前面不远 隐隐约约就看到房子了 这么多年不在家 房子旁边都变成了啥 全部都是草 火树 如果是我的房子 以后回到老家 我肯定会请挖机 把周围的杂树 杂草 全部给它清理掉 再挖两块菜地 挖上一个鱼塘 重新做个小院 养点鸡鸭 就很棒 我觉得住在农村 房子旁边千万不能有这种班族 它的再生能力非常强 长就长成一堵墙 下面的根也到处窜成一片 房子就这样被它包围了 非常的难受 有的老铁看到这个房子 心想谁还会住在这里 感觉这里很偏僻 其实这里是因为没人住 周围没人打理 才会有这种气息 这个房子离镇上只有三公里多 也不是很远 等把这条路修好了 水泥路通了 以后在外面就开着小车 直接开到家门口 拿点钱 把房子好好的改造一下 再请我的挖机过来 把杂树杂草 全部清理干净 挖一个停车场 挖一个鱼塘 住在这样的山上 以后无忧无虑多好啊 我说出来有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 以后年纪大了 会有很多人都会回到农村生活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会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你就可以回归自然 感受大山带来的绿色气息 种点菜 养点家禽 吃吃喝喝 你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我把路机整平过后 下午就开始打混泥土 现在已经打了这么远了 还有的朋友在说 我们打的这个混泥土路 连整冬棒都没有用 其实该有的我们也都在用 只是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这条路马上就达到转弯的位置了 我现在就赶紧的在转弯的位置 开始平整路面 棒里面路基比较高 我们就给它降一降 外边关模板的位置 把槽也给它清理一下 再把挖斗放平于地面 来来回回的给它扫一扫 把整条路做到很自然 比较平整 这模板比较碍事 往旁边推一推 整条路扫平过后 就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下 把它碾压的平整一点 免得有的老铁又会说 中间高 两边低 平这样的路基 不是传国统一吗 都是老板安排的 老铁们快看 这天气说变就变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现在又是吹风 又是打雷的 下期视频 看整条路做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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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